过年的年夜饭做伤啊 一定是烧不了胆脚的 外头买的起起来总感觉差点意思 今儿我们直接来走哈看 先来挑馅儿 如如一斤 洗干净 然后取皮的就来剁馅儿 先切小点 再剁成肉馅儿 不要嫌麻烦哦 收工多的馅儿肯定是比极其较劳力会好起些 剁好的就先装到那个大碗里头来 再准备两百克马蹄 剁皮的也夺成那种小口味儿 再切点葱花 姜膜 和蒜膜 都一起倒到肉馅儿里头来 一勺生粉 加一点清水 搅拌均匀的也给它倒进来 然后来挑馅儿 盐 鸡精 生抽 不搅分 炒到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 多搅拌哈 直到这个肉馅儿感觉有点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一个时候我们来走蛋皮 万里先搭12个鸡蛋 加一勺少盐 两滴鸟酒 或小半碗点粉水 先浇散 浇好的就把高头的浮膜来搭一下 接着来弹蛋皮 准备点新鲜的肥肉 用来软锅 小锅烧热的 就用肥肉在里头转几哈 然后腰入一勺蛋液 转动一下锅 让蛋液铺匀 煎到稍微开始凝固的时候 就加一块子肉馅儿进来 肉馅儿尽量放到那个蛋皮的三分之一处 然后再对着 把肉馅儿包起来 边缘处用那个餐子压一下 再稍微的煎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蛋液就完成了 走法其实还是比较艰难 就是有点费工 也就是一斤肉馅儿 找出来的蛋液 齐不完里 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头登场 如果要多放个几天的话 就要放冰箱里头登桶 齐的时候再拉出来 直接蒸 或者是直接煮都可以 接到起锅热油 下葱姜蒜饱香 再把菠菜跟粉丝加进来 最高头铺上一层蛋液 调味加点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最后加一碗清水的大火煮开 然后小火煮个8分钟 开盖 下点小葱花 一锅热乎乎的蛋液就做好的 有香有嫩 吸起来鸡蛋的味道 真的是特别浓郁 柔衫也是比较青春双口脸 非常的接泥 比外头买的蛋液可是好奇太多了 下集中的小火煮的蛋液是比较青春双口脸的蛋液 最后一会儿的蛋液是比较青春双口脸的蛋液 好